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的是华文语法的 变析词语 什么是变析词语呢? 变析词语里的词语包括 当词、词主以及整个词汇 在小学学际测验中就有要求到 必须正确理解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意义 并能正确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变析词语的方法有哪些 它全部里面有五项的啦 第一,注意运用的语箱 第二,注意范围的大小 第三,注意程度的轻重 第四,考虑词语搭配习惯 还有最后,清楚词语的包扁语 所以只要你懂得依据行盘 结构和语境去辨析词语 就能抓住混淆词的特征 不断提高词语变析的能力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一些例子 第一个例子有充斥和充沛 那充斥的意思呢 就是充满塞满 所以这个充斥呢 就多含便利词 充沛的意思就是充足旺盛之意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的例子 充斥的例句油 盗版官碟充斥市场 使官碟制作公司蒙受巨额的亏选 充沛的例句油 虽然我们日以继夜不停的工作 但是精神依然还是那么充沛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的是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的例子呢 我们有的词语是领悟跟醒悟 领悟的解释为 领会领略事物而有所体会 醒悟的是 由迷惑中清醒觉悟过来 那他们的例句油 领悟的例句油 我在细读他的作品后 我总算领悟了他所要表达的意思 醒悟的例句油 在前辈的指导下 他终于醒悟过来 改变了之前 一成不变的作业方式 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这次有的例句是有三个词 一贯一贯一致 一贯的解释为 一向如此 从不改变 那他有的例句为 为人谦虚 待人诚恳 是李老师一贯的作风 一致他的解释为 表示同时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例句 观赏了魔术师金章的演出后 全场观众一起鼓掌 一致 他的解释为 没有分歧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例句吧 只要大家步伐一致 做起事情就会好办得多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四个例子 一幻一瞥还有余胜 一幻的解释 很快的一闪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例句吧 窗外有个人影 可是一幻就不知所终了 一瞥他的解释为 很快的看一下 一句呢 就在这一瞥之间 可以看出他那激动的心情 一瞬 解释为 转念之间 那他的例子 例子有 一颗流星 从天边落下来 一瞬间便消失了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五个例子 迷惑 困惑 疑惑 以及解惑 迷惑的意思是 指责你某些事物 而分辨不清 是非黑白 困惑呢 意思是感到为难 不知道该怎么办 疑惑呢 就是怀疑 不相信 再来解惑的是 解除 疑惑 那看了五个句子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些的 练习 我们来看一下练习一 前路适当词语 完成短语 这里就有三道题目 那我们旁边就有三个 选择 泄露 泄气 以及泄露 所以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我们首先呢 就要去看一下 这三个词语的解释 好 我们来看一下解释 那第一个泄露呢 它的意思就是 让人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 泄气的意思是 气球或轮胎排出空气 或其他气体 或者是泄境 泄露 液体或者气体露出 那意思看了过后 我们接下来再看题目 所以根据刚才的意思来解释的话 第一题 风声 我们就应该要停咯 泄露 第二个石油 我们要填的是 石油泄露 最后的就是悲观 泄气 接下来我们再进行 第二项的 作而练习 选择正确的答案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警方人员 解析还是分析 罪犯看下这起 挟持人治案的动机和 意图还是企图 接下来我们就 先看一下这些词语的意思 分析 它的意思是 把事物现象或概念 分成简单组成部分 找出这些部分的本质 属性和彼此间的关系 那解析的意思为 解释分析 意图 意思 打算实现某种用万的想法 那么企图的意思是 打算做某事 看好了这些意思过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题目 所以根据刚才的意思 我们能够看出 第一个答案是 警方人员 分析 罪犯看下这起 挟持人治案的 行动和 企图 那接下来 我们就再看第三个练习 还是选择正确的答案 我们看一下题目 许多年轻人 崇尚 崇拜 时尚 总是十分眷恋 还是迷恋 名牌商品呢 我们就 看一下 这些词语的意思 崇尚 它的意思是 尊重 推崇 所以比较偏向 包义词 那么崇拜 它的意思是 尊敬 钦佩 是属于中性时 那么 眷恋的意思是 对自己喜欢的人 或者地方 深切的留恋 那最后迷恋 就是过分喜爱 难以舍弃 看好了这些 词语的解释 我们就看回题目 所以根据刚才的解释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 第一个 它的答案是 许多年轻人 从上时上 总是十分 迷恋 名牌商品 接下来 我们再看 第四个例子 作业 伟杰做事缺乏 遇到一点挫折 就想放弃 难怪到后来 一事无成 所以在这里 我们有四个选择 第一 义勇 第二 刚义 第三 义立 意思坚毅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四个实语的解释吧 义勇的意思是坚毅勇敢 毅力的解释是持久的意志 坚毅的解释是坚定有毅力 那刚毅力的解释是坚强坚定有持久的意志 看了它的意思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回这个题目 毅力的解释是坚毅力的解释是坚强坚定有持久的意志 第五项目的解释是坚强坚定有持久的意志 第五项目的解释是坚强坚定有持久的意志 纯正与上梁 在这里的纯正呢 我们应该要改为纯正 那我们来看一下西 这个小渔村村民风很纯正 村民们都热烈的接待到反而游人 所以在这里的纯正呢 我们应该要改为纯朴 那第一 爸爸工厂里的功能以纯正的技术 操作机器速度相当精能 所以在这里的纯正我们应该要改为纯术 那看了第五 第五个练习 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练习 哪个句子中划线的词语是用得正确 我们来看 好 那被查理的悬挂物质 果不合了 那在这里的悬挂呢 用的是不正确的 我们应该要用 悬浮 那第一 那名施主悬吊重金 寻找走失的宠物 那在这一题里的悬吊呢 也是用得不正确 正确的应该是悬赏重金 那我们来看一下西 地底书房的墙上 悬空了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 那在这里的悬空呢 也用得不正确 我们应该改为用悬挂 那最后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 但国人贫富悬殊的问题依然严重 那在这个句子里面的悬殊呢 就用得正确了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 第一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